看过各种美国大片的你,是否也曾幻想过自己能成为一个刀枪不入,力量非凡的超级英雄呢? 你能相信吗?这样的人生活中真的存在,他们总是精力旺盛,甚至可以不用吃饭和睡觉,也感受不到疼痛。 不过,看似超凡的身体,其实隐藏住无数风险。 英国七岁的女孩奥利维亚奥利维亚,如今,被称为现实中的超能者,因为其体内缺少第六号染色体。 所以,与普通的正常人相比,她可以动辄三天三晚不睡觉,而且毫无倦意。 如今需要依靠药物助眠,而且,对于解食更加挑剔与感到无所谓,因为它没有饥饿感。 更为可怕的是,缺乏这种染色体的病人,根本没有痛觉。 所以,即使是自己受了非常严重的伤,可能也会浑然不觉。 也就是因为如此。 虽然在别人眼中,奥利维亚就如现实中的超人一般的存在住,但是家人却因为成天提心吊胆,生怕她出意外。 这种担心,完全不是多余的。 正是因为对自身缺乏疼痛的认知。 所以有一次,她居然把自己的嘴角硬生生地咬掉了一大块肉。 鲜血直流,但却一直若无其事。 不声不响,最后,不得不送到医生通过手术进行矫正。 英国罕见染色体异常现象互助小组负责人,生物学家贝弗里瑟尔说,他以前也接触过第六号染色体缺失的病人,但他们通常只会出现少吃、少睡、或者无痛感其中的某些症状。 像奥利维亚这种全部占权的只此一例,虽然在住如同超人、钢铁侠之类的特质。 但是,奥利维亚的母亲与家人们都只希望她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与别的孩子一样健康地长大。 他们不想让她成为人们口中的另类。 也因此,为她制定了各种健康饮食与睡眠方面的计划,平时也严格按照这些规定,实际进行操作。 所以按照这种期望,有助超人体制的小女孩将来很有可能成长为一名非凡而又平凡的普通人。 看来超人并不好当,我们普通人会感到饥饿和疼痛,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 尤其是痛觉,它会在我们身体受到伤害时,起到提醒我们的作用。 是人体自身的一种保护机制。 看完这篇文章有没有庆幸,自己是个会饿会疼的普通人呢? 希望文中的小女孩,也早日做回普通人吧。